接著我們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阿福在荷環山上 觀察到落葉堆裡面有一個很神奇的植物 叫做水晶藍 那它是一種被子植物 然後全株 它特殊的地方在沒有葉綠樹 沒有葉綠樹也就代表它 不會行光合作用了啦 所以有光合作用的敘述 我們都先不理它了 OK 然後無法進行光合作用 然後幹嘛呢 生活在腐植土裡面 不能行光合作用 那它怎麼獲得養分 它只能靠當地的真菌 去分解我們的腐植 而它去吸收這些腐植 所產生出來的養分來過生活 那根據此文敘述 來你覺得你要怎麼判斷說 這個水晶藍它到底是不是生物啊 那它看就看它有沒有符合 我們要的生命現象嘛 對不對 來第一個A選項 觀察目前是否有果實 欸它講目前 那如果目前沒有果實 你就說它不是生物 那未免也太武斷了吧 你目前搞不好不是它的繁殖劑啊 它不是它的繁殖劑 它沒有果實 本來就是合理的 你不可以從這個當下 我沒看到果實 你就說它不是生物可以嗎 它可能其它時候會有果實嘛 所以A選項不夠好 OK 再來B選項 觀察是否有運動的現象 它都躲在落葉堆裡面了 它都需要靠這些吸食了 而且基本上植物會不會運動 你不會沒事看到路上有樹在那邊跑嗎 所以這種情況下 以運動來判斷一個植物是不是生物 這樣的方法其實不太好 OK 所以B選項我也不選它 在C選項是否能夠進行呼吸作用 也就是我們生命 我們的生命現象當中講的代謝 所以如果它會行呼吸作用 那它會是生物 基本上它就一定是生物啦 因為它能夠進行代謝 能進行代謝的都嘛是生物 OK 諸選項就我不解釋囉 剛才就跟你講 它就沒有葉綠素了 哪來的光合作用 對吧 所以答案選擇C選項 會是判斷它是否為生物的一個 最好 相較之下 最好的依據